超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巨兽之战 接下来我们开始的是2017年巨兽之战 世界总冠军决战之第一场半决赛 全国冠军 勇敢一点后手拳 漂亮 不要让他控制住 阿萨迪也发力了 对 阿萨迪是绝对不拼 就必须打满拳有把握的动作 又想起一个高水 漂亮这两个支拳有效果 这确实是一个图表 确实是确实是在分开一次年 而且在铃声响的那一刹那 其实阿萨迪犯了同样的状态 大级别里面他的高潮特别快人 你会看不到 本场比赛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 蓝方选手在第二回合三分掌 KO获胜 冯浮胜 明天 爹 又添加 每个大点 out 反正 2017年巨瘦之战 男子超重量级世界冠军 最后一场半决赛 正灵活一些 哦呦 哦呦顶西 罗曼打得很贼啊 比菲利普快快个半拍啊 哦你看全息的组合啊 对哦呦 分开了一瞬间也有腿法上 对 顶西菲利普一定要注意 呃菲利普其实本身技术并不差 但是相对 所以他今天啊 发挥的我觉得没有那么好 呃也刚才我就在讲呢 在整个所有动作的速率上 罗曼要稍快半拍 好漂亮 要控制住这个距离 哦呦漂亮 这一拳很重啊 呃但其实现在看来啊 打了将近两局 菲利普的技术还有点粗 你看对 这拳抡起来啊 速度还是过大 对 然后一场决赛 哦呦 嘿嘿嘿 菲利普的反应 快看了 得比较漂亮 对 反击要打好 有机会 哦 哎刚刚这几拳就比较清晰了 对 最后的十秒钟 哦呦 后手 这个东西好 这个有反应了菲利波已经打坏了 走 走 对 我的逻辑们都知道这个 我希望他们会做得更好 比赛结果 你的胜利是第三个逻辑 双方圣 昆龙爵2017年巨兽之战 男子超重量级世界冠军赛决赛 两人身高有12公分的一个差距 对 在整个技术打法身体类型完全不同 对 这个也不好说 因为到超重量级这个T1 哦 伊拉基很灵活啊 不知道面对像罗曼这么高的身高 伊拉基那种很粗然的隐蔽性很高的高高腿 还能不能有效果 这个反正硬线上来说是比较难 对 不过伊拉基要小心这个罗曼这个顶膝啊 又是一个前手半斤前手有效果啊 对 漂亮 那位顶膝 哎 哦 漂亮 哎 这个 哎 哎呦 罗曼有点执着 哎呦前手有反应啊 不能上那儿腿中间 哎呦漂亮哎有了 哎呦 这 罗曼的手怎么放下来了 按着有机会 哎呦 这个前手也很重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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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时候在这种摔的动作 走 走 看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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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赛结果 The Blue corner 蓝方圣 胜负已分 让我们开启荣耀的时刻 Era Zazzy Sport